中美贸易谈判貌似接近了尾声 川普总统大胆预言习近平将会很快的赴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 参加签字峰会 但民主共和两党甚至是川普自己的顾问 都没有把握中国能够做出足够大的让步 也正因为是朝野共识要让中国大让步 川普现在可以说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中美贸易谈判美方首席谈判代表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29号也就是今天在美国国会的众议院作证的时候说 只凭中国答应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并不足以达成中美协议 协议必须要有结构性的改变 而且必须是可执行的 这位美国最高贸易代表官员对议员们说 双方的谈判取得了真正的进展 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在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就川普对华贸易政策作证的时候 这位对华的鹰派特别的强调 美中之间的问题非常严重 不是靠保证增加采购就能够解决的 白宫正在推动中国重大的结构性变化 以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特别是在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等核心问题上 莱特希泽对国会议员们说 我们可以跟世界上的任何人竞争 但是我们必须要有规则 得到执行的规则 以确保市场的结果 而不是由国家资本主义和技术盗窃来决定谁是赢家 川普总统想要的协议是这样的 首先要有可执行性 要能够改变他们在强迫技术转让 知识产权 大型产业政策补贴 以及各种各样具体的四处蔓延的行为的模式和做法 与川普近期的和风平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莱特希泽对于中美贸易谈判的前景似乎并不乐观 在谈到中美之间正在进行的一系列的谈判的时候 莱特希泽表示 我们正在取得真正的进展 如果我们能够完成这项努力 我再次强调 如果 能够就所有悬而未决的重要的执行问题 以及其他的关注达成满意的解决方案 我们也许能够达成一项协议 帮助我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方面度过难关 值得注意的是 身为首席谈判代表的莱特希泽表示 他不会笨到想通过一次谈判 就解决中国的所有行为 他说 如果情况属实 那么他希望能够将具体问题落实到 具体的文字上 并具有可执行性和清晰的执行过程 对于莱特希泽暗示 贸易协议尚不确定 美国股市今天硬生下跌 吴杜勇就在一天前 纽约时报的报道分析了在全美朝野共识 让中国大让步的背景下川普目前的尴尬处境 报道指出民主党当然想拿中美经济关系看川普好气 警告他不要急于达成协议而被中国耍了 川普想快速的达成协议因为关税战已经伤害到了美国农民 也已经伤害到了中国经济 更伤害了全球经济 而共和党内不放心的理由则是 川普只图中国降低贸易顺差 却拿放过华为来作为交换 华为目前已经被美国起诉 川普轻轻放过 必定会被民主党拿来大做文章 这对共和党2020年的总统选情非常的不利 目前已知 中方同意增购美国大豆与天然气 放弃货币操纵开放金融服务业 保险业和汽车市场 但补助企业扭曲公平竞争定义的做法 以及窃取专利强迫技术转让 以及智慧财商等结构性的问题 依然没有获得解决 民主党参议员魏登说 对美国经济来说 最核心的问题是中国根本在规避市场经济的规则 川普若不追究这一点 仅仅是为了缩小贸易逆差 就轻轻的放过中国 那会令人大祸不解